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觉得我们对小程序理解 不能止在电商上 小程序其实覆盖的维度是很多的 那么回来电商这块 仅2017年微信电商的规模 其实已经超过一万亿了 一万亿什么概念 一万亿就是一个京东 一万亿就是四分之一个阿里西 微信在小程序 没有直接为电商做垂直功能之前 已经实现在那个生态了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数据分布 我在这里面拿的全是我们内部统计的口径 在2017年微信内的群电商 已经诞生了大概超过3000亿的交易规模 一系列的垂直电商进入微信之后 也大概诞生了数千亿的规模 拼多多 1500亿到2000亿之间 京东在微信里面这个入口 也有800亿左右 蘑菇街有大概100亿 云集也有100亿 像卷皮出租街 贝贝网等 大概也有两三百亿的微信里面成交 所以整个2017年微信内的电商 其实是超过一万亿的 我们今天看这个增速也是 微信电商现在每年以一万亿的速度 继续增长 所以说我们认为在17年小程序 第一波打开电商市场之后 其实引发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市场的一个空间 也让我们展望说 三年之后五年之后 微信生态的电商规模 是不是比较安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态想象力 我们把微信电商做了几类分类 帮助大家更好了解 不然聊到微信电商 大家觉得微信电商是啥 是微商吗 微信电商是啥 小时机电商吗 这些都太抽象了 我希望尽快帮大家去把微信电商分个类 让大家去更立体去了解 我们简单讲 微信今天有10亿的月后用户 那么有5亿的新用户 是传统电商覆盖不了的 因为传统电商大概有5亿的用户 安理 京东 维平会加起来 大概5亿回要用户 也就是说微信里面 不仅有这5亿的传统电商用户 还有5亿的新用户 是没有被电商化过的 那我们应对机会是 一个是对着传统5亿用户的这种升级 一个是对着新的5亿用户的服务 所以我们对微信电商 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 就是如果我们有机会 上这样一个火箭的话 不要管位置在哪里 赶紧上 这是我们对微信电商的一个期待 我把它分成四类 第一类 微信的下层能力 去把用户的第一次电商行为拿到 我们叫First Blood 拼多多 女王的新款 这类产品就是帮助很多 以前从来没有电商过的消费者 第一次出网 第一次买东西 那这类用户我们刚刚讲到 微信里面有大概5个亿用户 这是一个巨大的盘子 第二类叫什么呢 建立微信重新塑造商品流通 降维打击线下渠道 云集是个代表 以前的线下渠道 卖的这种商品是通过B2B环节 批发市场 一层层批发到我们的 三五线城市的社区店 或者地摊上的 以前的贸易是低效的 或者说它不够互联网化 微信是一个 让所有的关系链扁平的一个业态 它可以迅速帮助一个商品 从货源到用户 直接打通 不需要通过传统的工厂 到省代 到世代 到现代这样的一个流程 每一层都是销利的损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云集这类产品利用了 微信的社交触达能力 直接跳过了中间层 触达用户 重塑了商品的流通环节 帮助品牌和工厂 迅速保护触达用户 第三类是建立微信与阿里的 拔河 敦克尔克大撤退 什么意思呢 上一代 APP时代 移动时代 是产生很多锤子电商的 我刚刚介绍过 摩古街 卷皮 贝贝网 出租街 这些都是在上一代 诞生的这种移动互联网平台 他们以前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 他们长期和阿里 直接拔河 那怎么可能拔得赢阿里 所以他们在整个移动周期 活得很痛苦 很不痛快的 但是微信的诞生 实际上是微信和阿里 之间在拔河了 这些锤子电商 测出了原来的APP市场 迅速进入微信 在微信后面去大把手 一起拔河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敦克尔和大车退 退出移动市场 赶紧进入微信市场 第四类我们把它叫做 建立于微信的媒体化能力 教育用户 创造新的渠道 这类是小天不在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 因为今天微信里面 有大量的媒体跟社交能力 通过社交媒体去覆盖 这些用户 为他们塑造新的消费心智 消费理念 重新给他们去整理 整个消费的这种流程体验 同时帮助新的品牌 出道用户 这就是我们认为的第四类 所以简单看 我们认为微信里面 有这四类电商 我们都没搞清楚 这样的一个地形图 我们去做小时云电商 怎么发力 所以这就是我们认为 很重要的一个点 举一些具体例子 微信电商 我们拿了三个代表来举 一个是刚刚讲的 拿用户first blood的拼多多 一个是云集 做商品重新塑造的云集 以及我们小店铺 利用社交媒体 去重新塑造 用户消费心智 跟渠道的一个平台 这里面我先提个概念 所有的微信电商 本质来讲是 关系列电商 是社交电商 所有关系列电商 本质来讲就是 网状结构的丰富度 拼多多是个 什么样的关系列电商呢 它是一千万的 开启团格的人 每个人影响 自己身边十个朋友 它是一千万 乘以十的结构 那云集呢 它是让人开店 变成店主 然后每一个店主 去专门去服务 他朋友圈的一百个人 它是一百万的 店主乘以一百个 被影响的消费者 一百生意 一百万也是一个亿 三百生意 刚刚是一千万生意 也是一个亿 那小店铺呢 是通过对一万个自媒体 一万个社交媒体的服务 让每一个自媒体 社交媒体 就影响一万个粉丝 是一万乘以一万的模型 我们三个都是组成了一个 超过一个亿的活跃用户网络 只是我们的结构 出息不一样 对于拼多多来讲 我们打了一个三十分 跟七分是什么意思呢 就拼多多的 发起团购的人 和平台之间关系 是三十分 他不是强绑令 他也不是契约精神 我帮你发起团购 只是我需要 我就发起团购了 但是团购的人 传播给他身边的人 一般是在群里面的 亲朋好友 这种关系长达七十分 因为我信赖度很高 我信你 很多人就是因为 信任朋友的拼团 转化成电商用户 那云集我们认为 云集的店主跟云集之间 因为是一种半商业合作 所以他大概能打五十分 比拼多高 但是他的每一个店主 去影响他朋友圈的 这种粉丝消费者的时候 这类的关系 大概是五十分 就是五十加五十分的结构 而小店铺 和我们的自媒体关系 可以更加商业化一点点 我们和他们有合同 有服务契约 说我们大概能打六十分 然后自媒体 和自己的粉丝之间 肯定没有之前拼多多的 这个朋友 亲朋好友的这种关系熟 所以他们大概能打四十分 说整个微信里面的电商 我们拿三类来看 都是基于关系链的电商 小程序在这里面 核心就是穿升引线 塑造这种关系链 接下来我跟大家具体分析一下 拼多多跟云集 这两类微信电商先驱 他们怎么样做 他们什么样的业态 我们可以看到 拼多多本账是一个地摊生意 拼多多用户主要是四五六七线程式 那这些用户本身以前 也在市集上和地摊上买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 拼多多的商品结构 包括它商品的价格价位 都是一种地摊的业态 那拼多多也提出了 它的新的力量 叫多快好省拼 去服务微信的这种电商能力 那云集本上是一种 社区店的模式 它主要是帮助 这些三四线的妈妈人群 去实现他们的这种 对于消费生活的这种需求 那社区店的模式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业态呢 我们拿一个对比图 我们看到拼多多每一个节点 是服务十个人群的 云集每个节点是服务一百个人群的 我们的每个节点是服务一万个人群的 小店铺的节点 所以十个人群是什么样的业态呢 就是地摊业态 适合四五六线 一百人是什么业态呢 是个社区店业态 一般的社区店 大概常规的回忧用户也就一百人 那主要分布到三四线 那小店铺是个什么业态呢 我们类似一个 消费末的业态 一个消费末大概服务一万人 所以我们要知道 所有今天我们在微信里面的电商业态 它实际上对应的是我们 整个社会里面的零售场景的 一个微信化 在线化 所以我们整个微信电商的盘子 一定不是 这五十万亿社会零售总额里面 这五万亿电商零售总额 而是五十万亿的零售总额里面 整个大盘子 才是微信的 整个电商的规模 我希望所有的朋友 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市场空间 给搞清楚 不要混淆了